稍微預測一下自己心中的冠軍 No doubt 俊佳 當然是俊佳 他年紀都那麼大了 對 大家給他一點機會啊 絕對不是因為人在旁邊的壓力 他不才投他的吧 我剛剛是聽到我名字才走過來 冠軍絕對是俊佳 他年紀那麼大 大家給他一點機會 他那麼久沒出來 對不對 我們把他做那麼多個 勞過他啦 你現在很嗆啊 歡迎俊佳跟依希 嗨 我們先請依希來幫我分享一下 你在參加音樂主題人的感覺怎麼樣 我那時候比賽的時候非常緊張 我都不跟大家講話 因為我太緊張了 我緊張了每一集 真的 那一路比賽過來有沒有哪一些人 讓你終於卸下心房 比較chill可以跟他們聊天 這是俊佳 對 那你很會講耶 你很cue 好可愛 而且兩位是不是年紀也差不多 對 都是二十出頭而已 對 那俊佳第一次看到依希 很緊張的感覺 你有沒有跟他講說 沒事啦 放輕鬆 因為我覺得他是屬於那種 在做音樂上是屬於比較emo 就是曲風的人 就是他們都有一種vibe 就是很緊張的vibe 就是他們其實很內向 害羞 對對對 他們屬於生性害羞 但他們做的音樂是 還滿特別的 那依希的心得 除了就是過程中一直很緊張之外 還有沒有覺得在這段過程中 交到好朋友啊 或是在短時間的高壓力下面 讓你創作又更進階 有 我覺得參加完這節目以後 我有到下一個階段 對 通常這個節目多久要交A copy啊 兩個禮拜吧 一兩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 對 那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錄節目的 十月吧 對 那其實真的很長時間的高壓力 每兩個禮拜就要做一首歌曲 對 蛤 就是通常都這樣 那君寶還可以適應嗎 還是平常自己做自己歌曲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平常工作就是在當製作人 那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一個禮拜至少要給客戶 一個Guide或者是一個A copy這樣 的感覺 一個Demo之類的 偏筋啦 就通常你不會在工作的時候 把你工作塞這麼慢 因為製作人如果在做音樂做得很 有時間壓力的話 很多的品質或是很多的想法 會被犧牲掉 像我在節目裡有跟他同組 我們也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因為時間的不允許 所以很多的想法沒有真的搬上台這樣子 對 有點小可惜 對 但是會想說 因為這次又認識更多人 一心會不會想說 那下次我就可以跟哪一位音樂主流 一起私下合作嗎 有 其實 會想要跟就是這些人合作 就是我們很好玩 要這樣子大家要互Cue這樣 沒有 因為年紀比較近 我們沟通上沒什麼障礙 對對對 所以跟年長的人會 對 像是俊佳 不可能又被Cue啦 年紀太大了 對 因為有點帶勾 想說我講這個你聽不懂 對對對 他心裡太懂我們在講什麼 好 因為他剛剛很在意 前面五位預測冠軍的時候 沒有預測到他 那你們兩位要不要稍微 預測一下自己心中的冠軍 No doubt 俊佳 當然是俊佳他年紀都那麼大了 對 大家給他一點機會啊 絕對不是因為人在旁邊有壓力 他不才投他的吧 我是潘俊佳 然後以前大家都叫我嘎嘎 那但是這次就是 就現在開始就想要用本名出發這樣 我的前身也是樂團 然後我那個樂團叫做MP魔法力量 台灣真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人才 可是大家都share一個舞台 我既然以前已經有機會 可以到這個音樂人的殿堂 我覺得音樂真的就是跟我 蠻密不可分的東西 我說我會回來 Yeah 聽到我名字才走過來 冠軍絕對是俊佳 他年紀那麼大了 大家給他一點機會 他那麼久沒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不能做那麼多個 勞過他啦 他很嗆啊 好啦 謝謝兩位支持我們防衛 謝謝 謝謝